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吧 然后两个人尤其在前四局里都打出非常高的水平 前四局也都是最后四局都是11比9 所以说自己今天我觉得在关键球的时候表现还不错 然后抓住了机会才有3比1领先 之前跟马龙也交手非常多次 相对来说是胜少不多 但是近一两年的这个比赛战绩 自己也是有了很多的剩计 在场上的信心 包括一些七战术的组合上 已经比之前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在关键球的处理分上 自己显得会有些着急 还是相对没有那么稳定吧 对手吧 对手是前世界第一 当然他的这个机战术的水平和他的综合能力 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吧 还是非常开心吧 这次比赛能够时隔9个月又回来参加公开赛 然后这次比赛也是自己赛前一样 希望自己一场一场去打 然后也克服了很多困难 然后也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波 所以让我能够会提高信息嘛 将其是肃的这次双道 Und the dictator dictates 马 Long takes the title 2018 Will it be another year of Ma Long? The Dragon is back.